我们这里的天气终于放晴了 已经差不多休息了十来天了 再过个两三天 就可以出去捡那个干稻草了 这几天的太阳非常给力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往后的半个月都是这种大晴天 刚好我们这边的碗稻已经开始收割了 今年还可以捡一批稻草回来 还是和之前的一样 去我们隔壁县里南平原去捡那个稻草 那边的田比较大 捡起来也方便一点 不像我们这里 我们这属于丘陵地带 下了一段时间的雨 那个田很多都积水了 那边都是虾稻田 基本上他们如果是不主动放水的话 田里面是很干的 这个小仓库这几天都吃的差不多了 之前的一场大雨 所有的计划都改变了 计划不如变化 本来是准备把这边几个小仓库全部装满的 这边的仓库也是空空如也啊 这都是之前收的一级到 今天的牛价不值钱呢 只能通过另外的途径来把那个成本降低一下 还好今天这个天气算是比较给力的 再收个半个月 还可以除个几千个稻草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像这种小方款 我们一天差不多要20来个 所以用量还是挺大的 这种小仓库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